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马上来看看老师的简介片段 对了 他就是来自美与美南中的老师 纪彦玲老师 老师您好 好 薇薇好 是 老师这次是第二次上到来我们的节目了吧 是的 是 老师今天我们会给大家上一堂怎么样的课呢 是一篇文章 是一篇诗歌对吧 今天老师是想要和同学们谈一谈 北宋大文豪 苏氏和他的作品《定峰波》 《定峰波》他所写的其实只是一件生活中的小事 可是却蕴含着非常深刻的道理 那么非常值得我们一读 你读了之后 我相信也许会这么地说 心有东坡词 人生无难题 是 能够从中学到一些道理这样子 是的 是 老师 在节目开始之前 我们先来做一些简单的SOP 就比如说我们来消毒双手这样的 老师 我发现到你今天的那个口罩很特别 是的 很漂亮 对 虽然是看起来是透明的这样子 但是它还是有三层的医药保护的 所以是符合这个规格的 好 老师今天有带了六位同学 也就是每一美男中的六位男生 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是吧 我们将他们请出来 好不好 好的 来 我们有六位男同学 每一美男中 都是美男吗 是 嗨 同学们 是 来 老师 这么介绍 来 大家好 我们是来自每一美男中的中午生 我是有实力但不张扬的成立 一样 大家好 我是在家专年一加一的数学家谢嘉义 一加一 好 大家好 我是Cug的作者 吴承恩的表弟 杨承恩 好特别 来 接下来 大家好 我是黄振赫 我是陈赫 也不是振赫 是政府的振赫之章 振赫 以后不要做政治家 这位 好 接下来呢 大家好 我是时常在梦境穿梭的 国家中奖 这样子 他们的介绍都很有创意 老师 大家好 我是帅气 回国独尊 优点比羽毛还多的 张宇泽 很高兴能见到各位 为什么那羽毛来比喻那个优点呢 特别很特别 印象深刻 还有吗 都介绍完了吗 是的 是的 是 老师 那今天说到这个定风波 就会跟学生来一场这样的互动 对吧 一起去介绍 然后在那之前 先认识苏东坡 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物 对不对 是的 好的 好 那另一位同学自我介绍之后呢 我们把事情交给老师 关于这个定风波 究竟苏氏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物 我们把事情交给老师 好的 谢谢薇薇 那么呢 相信同学们来到中午 对苏氏多多少少都有一些认识 至少知道它是自子沾好东坡居士 自四川梅山人 那么一生多次遭贬贬 那是因为呢 你们中三的时候啊 其实就已经学过了它的 既成天寺 夜游 那么来到中四呢 就有学过它的念奴教 刺壁怀骨 来 宇俊恩 来秀一句 我最喜欢记得这一句 很豪迈 很有气势 是啊 这一句非常豪迈 很有气势 我也是很喜欢 那么呢 在中式又有另一首 也是同学们学过的 水调 歌头 明月 石油 老师 我最懂的就是那一句 但愿人场有千里共残圈 是的 相信这些都是同学们熟悉的 那么来到中午呢 定风波 相信大家其实对其中的 回首向来消色处 归去 也无风雨 也无情 应该是非常熟悉的 那么呢 苏东坡的这些作品啊 为什么传到今天快要一千多年了 还是如此就有 还是能够有 那么旺盛的生命力呢 这主要是因为老师觉得它不纯粹是因为它的语言艺术 最重要的是它能够投射出那种强大的人格力量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提到苏世啊 我们知道它不只是位文学家 政治家 那么在生活上呢 它也是一位生活学性 性格洒脱 而且不拘一格的普通人 它上的厅堂 下的厨房 然后呢 做事能够认认真真 而且啊 又能够和人家嘻嘻笑怒骂那种 挥洒自如 所以呢 它是很深受人们喜爱的 所以呢 但可是呢 它的这样的一种性格 但是它的人生呢 却极其极落 它有时候呢 是人们仰慕的那一种高官 有时候呢 却是遭贬 然后被受屈辱的犯官 可是呢 苏世啊 同学们 它最难能可贵的就是 它那一种能够坦然的去面对人生的这种各种的变故 所以呢 于秋仪啊 当代中国的这个当代作家于秋仪呢 他就说 苏世呢 是中国古代最高贵 最亲切 最有魅力的文人 是 老师 究竟这位最高贵 最亲切 最有魅力的文人 他的故事应该还有很多可以再讲 我们稍后呢 请老师继续给我们上课 先休息一下 学习诗诗就是一把开启中华文化保障的钥匙 我们能从中吸取古人的生活经验 以及数千年的圣仙经典 并且呢 传承了优秀的传统文化价值观 让我们在漫长的人生中得以安身立命 所以啊 我呼吁大家一起学习诗诗 因为诗诗能够提高我们的气质 而丰富我们的义生 阅读诗诗不仅能够让我们从中学习到古人的智慧 也能够让我们从传统优秀的思想文化中 找到精神的支柱 研究我们应对劫难的能力 提升了我们文化的素养 也丰富了我们生命的内涵 其实呢 我之前根本都不喜欢诗诗 觉得很难理解 对我的诗诗也没有什么帮助 直到有一天呢 我应该要完成教师吩咐的诗诗笔记 我就调整好了心态 静下心来学习后 我才发现到 原来啊 人的智慧是多么的激励人心 尤其是苏东坡获达超然 和乐观的心态给我很大的启发 让我试着要去学习 从生活中发现美好 珍惜大家并且享受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鉴赏一篇诗歌之前呢 我们先来认识作者他本身的那个人生哲学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这样子呢会更加能够去了解这篇文章的定义 对吧老师 没有消磨他的意志 反而是改造和塑造了他的人文气质 还有他的精神世界 让他呢在经历了苦难之后呢 能够活出了新的人生境界 那么苏氏呢 他又是如何的从苦难中走出来的呢 他到底是如何的去看待生活中各种的磨难和生死考验呢 那么呢 同学们 今天的这一堂课呢 老师呢 希望同学们呢 可以认识苏东坡 然后呢去体会作品的意境 和理解作者的思想感情 所以呢 接下来呢 老师会花多一些时间 来让同学们更亲近苏东坡 好 以让同学们呢 可以更深刻地去体会 钉风玻璃所要传达的人生哲理 好啊 老师 那那么呢 好的 我们提到苏东坡 首先呢 我们就先来提一提他的父亲 说到他的父亲 相信会被三字经的同学 都会很熟悉有这么一句 来 我哪位同学懂的吗 老师 我知道 这是苏老泉二十七 学发分如书籍 是的 同学们 其实呢 我们三字经里讲的苏老泉 其实就是苏氏的父亲 好 苏寻 那么呢 他在苏氏十九岁的时候呢 就带着苏氏和苏哲进京城里 去考试 去考科举 然后呢 他们两兄弟 苏氏和他的弟弟 非常的本领 他们都考中了进士 当时呢 苏氏才二十岁而已 他的文章啊 就令当时的主考官 北宋的文坛领袖 欧阳修 看了之后呢 激动得不得了 觉得说 嗯 所以很想给他第一名 可是呢 又在想 会不会是自己的学生 曾拱所写的 所以呢 就给了第二名 那么呢 等他 揭开名字来看的时候 原来是苏氏所写的 所以呢 老师 真的是很可惜 我觉得 我知道这书家三父子 都是唐宋散文八大家 被人们誉为三书 他们都是很了不起的人 是啊 说的是啊 唐宋散文八大家里面 他们就占了三家 好 那么呢 同学们 我们都知道嘛 古代的读书人 他们最崇高的理想 就是想要当官 然后来实现他们那种 治国平殿下的这种理想 所以苏氏也一样 苏氏的第一站呢 就是在奉祥 然后呢 他就身认为朝廷经官 那么在这里呢 老师也想讲一下 当时的政治情况 啊 当时的皇帝 宋神宗啊 他想要复国强兵 然后呢 他就推动了 一系列 然后他就推动了那种 轰轰烈烈的变法 史称王安石变法 也就是他任用王安石为宰相 所以当时呢 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官员呢 就叫新党 反对王安石的就叫救党 这两党呢 结果呢 就引发了很激烈的斗争 长达五十多年 所以苏氏呢 他其实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政治里头 他的一生就在这样的情况中度过的 那么好的 苏氏呢 苏氏呢 他就当时啊 他也是觉得 信法的一些主张 他不是很认同 所以呢 他就请求外调到地方上去当官 那么呢 他就先后被调到了 杭州 然后到密州 然后就到徐州 然后就到了湖州 可是啊 就在湖州不到三个月 却发生了 他一生中最大的灾难 也就是北宋史上最著名的文字语 乌台诗案 那么讲到乌台诗案呢 同学们 老师也有跟大家提过了 去年在课堂上 来 有谁可以说一说 老师 老师 我来说一说 好 陈恩 这个乌台呢 指的就是御史台 而御史台呢 是当时在北宋时期 负责监察政府事务和官员的部门 而就因为台内种了很多百树 又常有数千只乌鸦 在百树上栖息株潮 所以就被称作为乌台 当时啊 一位乌师他遭到浴史台内的官员诬陷 说他在诗词里嘲讽 嘲证 于是就逮捕他 把他关押在浴史台内的监狱里 一百多天 天天审问他 审了又审 他还偷笑答答的脸信逼供 使到苏世他的最后也撑不住了 要被别人追 他还以为自己活不了 是 陈恩说得好 苏世这段期间生死未捕 他可以说是每天都是担惊受怕的 所以他还写了两首绝命诗 给他的弟弟和他的妻儿 那么接下来苏世怎么样了呢 老师 后来幸好朝中大臣还有太后也为他说起 再加上皇帝宋神宗本人也非常地欣赏苏世的财气 所以苏世才被女一死 最后被流放到偏僻荒民的皇宙 然后做一个没有实权的神官 是 正好说得是 所以苏世他来到了 所以苏世他来到了皇宙 他来到了皇宙 他的身份就从一个地方官 就转换成了一个待罪再生的犯官 所以他连入住皇宙的官府都没有资格 所以只能住在破庙里头 也就是定会院 他这时候那种痛苦的心情 我们是可以从他的补算子 皇宙定会院预计座中得知 好 来 同学们 我们来看一下这首词 他的意向 你们会注意到他的意向呢 例如缺月 疏童 孤红 都是不圆满 都是不圆满 有缺陷的 那么再来我们来看看一下他所用的那些字眼 好 我们来看 缺 疏 断 惊 恨 寒 寂寞 冷 都直接都可以让我们看到了他当时的感受 他是多么的痛苦的 尤其是这一句 惊起却回头 有恨无人行 更说出了他当时受了政治迫害之后 那种处处心惊的那种状态 他有恨 可是却没有人可以理解 所以接下来他说 捡尽寒之不肯起 寂寞沙洲冷 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不愿意随波逐流 他不捡高枝 所以他只能孤独地在寂寞冰冷的沙洲上过夜 去忍受那一种最冷的这种孤独感 有这样的一个遭遇 厉阳 华老师 尽管苏氏在经历了舞台时 然后受到了这么大的打击 可是他始终坚持冤真 过得他的随波逐流 他的这种精神真的很让人有精配 是啊 厉阳 这就是苏氏的人格 也正是因为他的骨质里 有那种读苏人想要治国平天下的 政治理想 所以他并没有完全垮下来 反而是从生活中想办法 从苦难中走出来 然后为了平复内心的这种愤闷 和恢复这种精神的元气 他就开始学习道家佛家 然后就积极地投入了生活里头 我终于知道老师 为什么要让我们先了解苏氏了 因为你看他从这个人生的谷底 怎么样从谷底再攀上来 再爬上来 对 他的那个精神很可嘉 是 很可嘉 所以提到这一点 提到他的生活 我们就不得先来谈谈一下 苏东坡他亲自在东坡耕种这一件事 老师 老师 我来说 好 嘉宜 苏氏他就从庙里搬出来 到黄州城里去居住后 那当时他的家人 大约有十几口 也一同来到了黄州 那这时候他是穷到天 翻也快开不成了 你说可不可怜 幸好他的朋友 就帮他弄到黄州城外 东边的一块废弃的军营 来让他耕种 问题是 这块地并不肥沃 你想想 他的土壤层就非常的薄 你说植物怎么能够生存 所以苏氏变成他的家人 把地上的瓦砺石块 一个一个地捡起来 然后挖掘薄薄的一层泥土 在上面种种麦摘一摘茶 才得以解决他们吃饭的问题 那苏氏他也把这块坡地 取名为东坡 号称自己东坡居室 嘉义说得很棒 所以同学们 还有魏魏 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 苏氏就称自己为苏东坡 民事由来是这样的 是 所以这块东坡地 对苏氏来说意义真的很重大 因为三餐解决了 这样苏氏在精神上 至少也减轻了一些压力 是的 那我们认识了苏东坡之后 接下来好像老师接下来会 真的进入主题的是吧 定风波这边的是吧 说到苏东坡 我们也许一定会联想到一个字 还有 还有的 对 东坡 东坡联想到些什么呢 东坡肉啊 哦 是 是 是 我想讲东坡肉 真好 当然 所以就是东坡肉 当时呢 黄州的猪肉很便宜 有钱人不屑于吃 而穷人呢 他们又不会煮 所以啊 苏氏就花点心思去碰煮它 结果 不小心成为了著名的东坡肉 他还将东坡肉的心得写成一首 是 就是猪肉送 里边呢 有两句话我最喜欢 那就是 早上启程打两碗 饱了自己的军末吧 他说 早上起来打两碗 你们谁啊 也别想阻止我吃 嗯 说得是 所以你看 吃东坡吃得多高兴 嗯 而且呢 他也吃出了很多个名堂来呢 他不只有东坡肉 他还有东坡酒 东坡鱼 东坡羹等等 吃东坡呢 他可以说是个独特的美食家 真的 他的食材啊 可以说是日常生活中最普通 甚至粗糙的食物 可是呢 经过他的手艺料理 却成了一道道的美食 尤其是在人生混沌的时候 就越发体现出美食家的特色 所以呢 老师认为这应该是他的生活智慧 因为他不想生活的苦涩消磨了他的意志 所以呢 他就想办法从生活中去发现美好 至少吃得开心嘛 是不是 美女食为天 这个很重要 宇军 吃是可以疗伤的 像我这个吃过不开心 所以早一点你吃就会开心 他不要帮演报师 不要失可而止 可是他还是输给了 苏东坡这个古代的超级吃货 因为苏东坡他不只懂得吃 他还会为这些美食留下了不少私池呢 是 是 然后老师我们先休息一下 刚才 刚才薇薇你不是 你是不是有提到说他很懂得生活 那么他还有一样 就是他的血糖 所以苏东坡他就搭建了五间草棚 在草棚落成的那天刚好下起大雪 他就在草棚里面画满了雪景 让它起名为雪糖 他还在雪糖的前边种了羊柚 后边种梅花 四周种墨竹和梅花花间 是的 你们看苏东坡多会生活 所以他有了雪糖之后 他的生活空间也扩大了 他可以在那儿写字 创作 画画还有接待朋友 此外他也结交了很多朋友和朋友 到处去游览 然后在大自然中放浪身心 现在老师看得到 他已经是从人生的谷底当中 又在爬起来了 那稍后我们继续请老师跟我们上课 好 先休息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 tuv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而遂情 故作此词 好的 丽阳 谢谢丽阳 那么同学们 苏氏呢 她其实已经在池前的小序 已经交代了写作的背景 这是她来到 她被贬到黄州第三年的一个春天 三月七日 她到沙湖中去看新买的农田 不料途中去月雨 下雨了 于是大家没有语句 所以同行者大家都很狼狈 净退两难 可是却只有她不觉得 于是不久 天就放晴了 天空放晴了 那么她就写下了这一首词 那么好 接下来我们就请陈恩同学来朗读 好的 老师 让我先酝酿一下感情 要音乐 好 好 圣马,谁怕,一缩烟雨,任平生。 撩翘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雀相迎,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情。 陈恩同学朗得很好,是不是很有感情? 真的,配那个背景音乐很大,很大。 是的,真的谢谢同学们,好的。 那么,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钉风波里面的一些声字。 我们就先来处理一下声字。 好的,那么,宗贺,你来答词的上半片。 乙儿。 不久。 吟笑。 高声吟唱。 盲邪。 草邪。 易说。 用中自成的语披。 好的,谢谢。 那么,接下来,下片就有语尊。 好。 料翘。 形容微寒。 斜照。 偏西的阳光。 向来。 刚才或者前一会儿。 萧瑟。 风雨吹打树叶声。 好的,谢谢。 好的,那么我们处理完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对整首词, 进行整体感知。 那么,为了能够让同学们更容易地进到词的意境, 和它的内涵呢。 老师建议同学们,可以设想一下,去想象一下, 苏东坡在语中的表现是怎么样的。 它的神情啊,它的动作啊,心情啊,还有周遭的环境。 好。 那么好,首先呢,我们就先来看一下,当时的雨势如何。 老师,过厅和川陵打叶,渲染了当时的雨势,咒火黄。 哦,是的。 当时的雨势啊,是非常的大。 所以呢,和苏东坡同行的朋友啊,都觉得很狼狈。 可是呢,却只有苏东坡一个人可以坦然面对。 他慢慢地走,还高声吟唱。 任由雨水啊,噼里啪啦地打在脸上,打在身上。 他住着竹杖,穿着草鞋,走在呢,泥泥不堪的黄泥路上。 他每走一步路,那泥团就裹住他的脚。 越走就裹得越大,想甩都甩不掉。 可是他却说,这很轻啊,比起码还要轻,谁怕。 那么呢,任他的风雨,谁怕这个风雨。 所以呢,任他风雨再大,就令我披一件缩衣, 在烟雨迷茫中,度过一生吧。 那么呢,他就走着走着,诶,雨停啦。 这时候,带有寒意的春风,就向他吹来,把他的酒意吹醒了。 这时候,苏隆布觉得有点冷。 可是,山头那边,邪阳却出来了,还照过来他这呢。 他呢,回首看回过去,风雨萧萧的地方呢。 其实,一切已经平静,也没有所谓的风雨和晴天。 来,嘉义好像有东西要发挥一下,是不是? 哇,老师,苏东坡很洒脱,很超然笑。 是啊。 是啊,是啊。 是啊,很超然。 那么,同学们,苏东坡呢,他又是如何将这种获达乐观的态度呢? 呈现在定风波里头的? 老师,老师,我来。 这书是呢,它是用自然风雨来隐喻人生风雨。 然后再用具体的词语将它表达出来。 哦,哪些词语呢? 老师,莫听。 老师,我觉得何妨也应该是吧。 好,是的。 还有《谁怕》。 哦,还有《任平生》。 最后一词应该是《也无风雨,也无情》。 啊,同学们很棒哦。 那么呢,同学们,你们觉得这些词语怎么让你会感觉到有苏东坡的获达乐观的呢? 老师,我觉得莫听。 我看到苏东坡,连这么大的雨声都可以当作听不见。 这也说明了,他不会去听小人的冷言冷语。 表现出了,他的内心是不会为外物所影响的。 你们要说什么,就任由你们去吧。 老师,这就是心胸开阔。 这就是心胸开阔。 这样会说得好。 不说什么,就任由他去吧,是不是? 对。 那么,何妨呢? 老师,何妨,他就给人家一种,不如就这样, 边高歌,边慢慢地走。 那种轻松、自在的感觉。 所以,苏东坡,他在大雨中迎笑、虚心。 其实就是想要传达出一种, 搏击风雨、笑傲人生的轻松。 所以,老师,我认为,这就是一种豪迈、扩达的表现。 佳余说的是,搏击风雨、笑傲人生,是不是? 余真,来。 老师,不要加一点的脚哦。 我好像就明白了,苏东坡,他就是想要传达出那种, 笑对人生的那种轻松。 所以,他接下来才会更进一步地说, 足掌盲邪,轻胜马。 我问你,在烂年里走路,哪里会轻呢? 虽我们能看出这里轻的,不是他的脚步,而是他的心。 嗯,说的是,说的是。 老师,如果是像于尊所说的那样的话, 我认为,足掌盲邪、轻胜马, 就不是写真实的情况。 在这里,是写苏东坡自己当时的心态。 他是要告诉我们,只要我们的心, 不为外部所影响,就没有什么好怕的。 所以,苏东坡才会来一句反问句, 谁怕就是要强调这种不受外部所左右的生活态度。 是啊,谁怕,是吗? 哎呀,不错啊,立昂。 不过,就根据立昂这个手勾,我应该也明白了。 就是,既然啊,苏氏他能做到内心不受外部所影响, 那不管他接下来遇到什么, 他一定都能够很从容很谈难地去面对啊。 所以就怪不得他会说,就接下去说啊, 这个,义说谚语,任平生。 嗯,是的。 老师,其实我很喜欢这一句一说烟语,任平生。 尤其是那个认字,我是觉得他有一点俏皮。 有那种任平你怎样,我也可以面对, 我也不怕地撒脱。 如果敢是遇到困难, 我一定会用这句话来激励自己的, 给自己一份勇气。 Yes! 加一,一讲一的书鞋一讲很活泼。 Yes! 好的。 老师,老师。 是。 这样改次我就可以用一说的女文评声来表达自己, 看待一时的胜败, 不会轻言放弃, 还会继续努力的心情咯。 是啊,正好说的是。 对了。 所以这一句, 是书士呢, 它是由眼前的风雨, 推积整个人生, 对。 来强化他那一种不怕风雨, 人生风雨的那一种超然情怀。 这不过在路程当中淋了一声的雨, 然后就有这么多的反思, 这么多的人生哲学道理出来了。 对,这就是了不起的任务。 这就是书士的文章的魅力。 好的,那么同学们, 我们刚才看了词的上片, 我们知道词的上片是在写雨中。 那么我们来看词的下片, 它是在写雨后。 那么还没有到也无风雨, 也无情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下过片。 到底它有什么作用? 然后它要表达了一种怎样的人生哲理呢? 老师,这个我知道, 这三句除了有层上起下, 过度转折的作用之外, 也为下三句的回首向来消色处, 归去也无风雨也无奇, 要书画的人生哲理做的普遍。 啊,宇航说的是。 那么呢, 他的人生哲理想要表达些什么? 嗯, 老师,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 一边是撂翘春风, 苏东坡他就感到私私的冷意, 而另一边呢, 是山头斜照, 苏东坡他就感到些些的暖意。 其实啊, 我们的人生哦, 就是这样子的, 有晴天, 有雨天, 有顺境, 有逆境。 所以我们要以平常心来看待挫折, 不要太执着。 你讲舒适之诚。 哇, 丽阳好像年级轻轻就误了我, 是不是? 哦, 你真的有声吗? 是, 好的, 那么呢, 接下来的那一句, 接下来的也无风雨也无情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到底他是怎么样的表达出, 苏东坡那一种, 豁达超然的人生境界呢? 有哪位同学吗? 老师, 老师, 你看下我自己去理解的那里, 对吗? 好的, 就例如说, 我们下雨的时候, 我们一般人都会去盼望雨过天晴, 对不对? 而就是因为我们的心仪, 还是会去区分什么是雨天, 什么是晴天, 所以我们的心情, 还是会去被这样的天气影响的, 可是苏东坡就不一样了, 因为他的境界是, 也无风雨也无情, 也就是说他已经是, 不会去区分什么是雨天, 什么是晴天, 所以同学们, 如果我们再想想看下的话, 既然都已经没有风雨这回事了, 那我们哪里还需要去盼望晴天呢? 对不对? 都要都要承认你讲的, 对,很有道理耶, 那个也无风雨也无情, 就证明了, 都没有风雨, 这样我们也不会想到有晴天啦, 是不是? 对,就是这样, 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呢, 他才不会去因为雨天的烦恼, 也不会因为晴天的高兴, 他的心情呢, 更是不会被这些外来的事物所影响, 所以呢, 而是我们会进入到一种非常宁静的一种境界, 所以不管怎样, 他都可以很盼然很从容地去面对, 所以我认为呢, 这就是一种很豁达很超然的一种表现, 哇, 哇, 说得很棒, 尤其是那一句, 既然都没有所谓的风雨, 那还是要去盼望晴天嘛, 是, 对于我们一般人来说呢, 都会去分别什么是雨天, 什么是晴天, 可是苏东坡他就不一样了, 当他从苦难中走出来之后, 他回头再看回过去的话, 其实也没有什么的了, 也没有所谓的雨天或晴天, 所以呢, 他得到的进一步的这种人生感悟就是, 只要你的内心平静, 你就不会去为外物所左右, 那么呢, 接下来呢, 他就能够更坦然地去面对各种的人生变故, 所以呢, 他说, 他就说, 无心安处是无乡, 接下来的人生呢, 他被贬到哪里, 哪里就是他的家, 他已经能够随意而安了, 对, 这个态度真的是很难得, 那么老师想问一下同学们, 你们是不是从刚才, 他写不算子的时候到这边, 已经看到了他人生境界的升华了吗? 对啊, 对啊, 是不是看到了, 他写不算子的时候很痛苦, 可是呢, 他转慢慢地已经开始转化, 那钉风波的时候, 我们已经看到, 他在钉风波里头的, 也无风雨, 也无情了, 整个心态是完全转变过来了, 现在老师稍后, 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呢, 老师继续跟我们总结一下, 究竟这个钉风波, 给我们带来怎么样的一个人生轴学, 让我们学到什么东西, 给老师先总结一下, 我们再休息一下, 稍后再回来。 D-Date TV KPM 很快的, 我们节目呢, 来到最后一个部分了, 我们继续请老师跟我们说说苏东坡, 好的, 谢谢薇薇, 那同学们, 苏氏呢, 她在黄州待了四年三个月之后呢, 她又重新被朝廷启用, 那么呢, 她又是因为政见不合, 所以呢, 又请求外调, 所以就被调到杭州, 那么到惠, 接下来呢, 就继续被贬到惠州, 丹州, 丹州呢, 薇薇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的海南岛, 是不是她在海南岛待了三年之后呢, 终于可以向北回归了, 可是呢, 她却在途中病逝了, 享年六十四岁, 那么呢, 相信同学们, 爸老师, 难道北回家就去世了, 是啊, 相信同学们读到这里, 是, 相信同学们读到这里, 应该是会有一些感想吧, 那么同学们呢, 他们也特别做了, 一个影片, 哦, 来呈现他们的感想, 好, 那我们马上去看看这个影片, 到底说些什么, 我觉得呢, 舒适它让我最深有感触的地方, 就是它很懂得生活, 会苦中作乐, 人家是有钱有闲才能成为美食家, 而她呀, 是越穷越发出美食家的特色, 不像我, 好像, 除了读书就啥也不会嘛, 她的生活态度教会了我, 要懂得从生活中发现美好, 这样生活才能过得有资有贵, 竹杖盲鞋轻胜马, 谁怕, 给我的感触最深, 她启发了我, 在遇到困难时, 不要害怕, 不要临阵退缩, 哦, 我曾经啊, 是个没有自信的人, 遇到难题时, 总是感到害怕, 而选择逃避, 然而, 当我学会这样是困难时, 我发现, 原来并非想象中的可怕, 所以啊, 同学们, 当我们在生活中遇到困难时, 千万别慌, 别怕, 就像舒适说的, 谁怕, 勇敢的站起来吧! 今天我想分享一下, 我读了定风波后的一些感想, 这首诗呢, 让我感触最深的那一句, 也无物风雨, 也如情, 也许曾经我们觉得, 有一些我们过不去的坑, 坑, 不是坑, 坑, 还坑, 不知道啦, 被录了, 不好意思啊, 我忘记了, 这个影片啊, 它不能没有, 没有啦, 太玩笑了, 其实呢, 刚刚我是想说, 也许那些曾经让我们觉得, 我们迈不过去的海, 日后啊, 我们回首再一看, 诶, 你会发现, 其实呢, 它也不过如此罢了, 我认为啊, 我们应该要学习放下, 因为即使你不放下, 太阳明天还是如常生气, 天天便比磕脑袋, 不如开心的人忍耐, 又何必回难自己呢, 在这里, 我想告诉大家, 成立的那些痛苦和快乐, 总就会在时间的消磨, 化成一丝丝淡然的回忆, 那, 人生是风雨还是情呢? 是, 也无风雨, 也无情。 读了定风波后, 我发现苏氏即使行走在, 烟雨弥漫的人生道路, 它也从不消极对待人生, 而是选择笑看人生。 只让我学会了, 在考试或比赛中示例时, 学会放下得失之心, 重新审视自己, 再次出发, 不就得了吗? 我们为何要让这些问题折腾自己, 进而使自己一直消沉呢? 与其在自愿之意中, 茫茫度日, 还不如选择改变心态, 笑看人生。 谁怕, 一说烟雨, 任平生。 诗词里的莫听称名打夜声, 让我最有感触。 其实, 我们所做的每件事, 会有人称赞, 批评, 甚至嘲笑。 所以, 我觉得我们应当学习苏东波, 不要被外来的事物, 影响自己的心情, 别人赞也好, 贫也好, 做好自己, 最重要。 即使自己真是做错了, 那么, 我们就讨论地接受, 做出改变吧! 即使别人批评我们, 那么, 我们就在批评声中, 成就自己吧! 谁怕! 我看到一群非常活泼的男生, 他们脱下了他们正式的外套, 然后戴上帽子, 这样子来说一说, 他们在读了定风波之后的一些感触。 那老师呢, 是时候也来一个总结吧? 是的, 谢谢薇薇。 那么, 同学们, 我们的课已经来到了尾声, 那么今天, 老师就来做个总结。 定风波呢, 它让我们看到了苏东波, 它在经历了各种的磨难之后, 在心境上, 也达到了也无风雨也无情的人生境界。 这使到它在接下来的人生, 能够以豁达乐观的态度去面对。 其实, 老师, 我觉得它就是因为达到了这种人生的境界, 所以, 苏氏呢, 他怎样说呢? 他能够在很坦然地面对他接下来的生活中的各种变故。 对, 说的是。 所以, 同学们, 其实我们的人生也是这样的。 也会有快乐, 也会有悲伤, 是不是? 也许呢, 曾经我们觉得心里过不去的看, 日后再回头看, 其实也只不过是如此。 所以, 同学们, 如果我们在生活中遭遇到困难, 不要太沮丧。 我们应该学习苏东坡, 学习它能够摆一件并不算高兴的事, 换个高兴的思路来让自己开心, 这样就更容易地从苦难中, 从困难中走出来, 然后去成就自己, 也让自己生活得更快乐。 那么, 定风波呢, 是书士, 以它深厚的文学底蕴, 把人生的经历和人生的智慧, 它初恋成短短的数十个字, 给我们后人传达了一种受用一生的人生智慧。 所以, 定风波这一篇作品, 它不只是一篇文学作品, 它更是我们人生的指引, 值得我们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 拿出来重温, 然后激励自己。 是, 杰老师真的是这样, 我们人生当中难免会遇到挫折一些, 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但是当你再回头看一看, 这些过去的事情也只不过是如此而已, 所以我们要拿更积极的这个态度, 去面对我们接下来的人生, 希望大家能够共勉之。 今天非常谢谢杰老师, 还有六位同学们, 美与美男中的同学们, 还有电视机前的所有观众朋友, 可以我们度过了这么开心的一天。 好的, 我们就在这里跟大家说声再见咯。 然后呢, 在节目结束之前, 老师会给我们朗诵这一首定风波, 我们一起来欣赏。 谢谢大家, 谢谢老师, 谢谢同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 谢谢大家。 ,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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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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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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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